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剛才松莊西網那邊 就播了一個何伯和何太的最新訪問 在他的預告裏面就爆出 原來有街市的當主大爆何伯的老婆 何太是一個心機女人 還說他一早看中何伯 還日日去煲迷魂湯 這點其實剛才講漏了 所以現在就趕快更新多一部分給大家看看 在今日5月13號再次現身東莊西網 而東莊西網亦將何伯和何太 這條片分開幾集慢慢播 明天仍然會有新訪問出來 在今次訪問裏面 兩個人情比金堅 何太更加全程捉著何伯的手 更加有網民指 今次東莊西網派出東莊女神 穿著黑屍去同他做訪問 何太擔心何伯自己的老公被人搶走 所以趕快捉到實 原來何伯和老婆何太在街市認識 何太就在報紙檔對面賣菜 後來因爲何太經常煲湯給何伯喝 兩個人發生感情 然後發生的關係 兩個人認識五到半年結婚 大家如果有看剛才條片 都應該知道何太全身金銀珠寶 不過今次他對著鏡頭說 大部分東西其實都是A貨來的 得對龍鳳額是真的 加值十萬 是何伯送給他的情人節禮物 而這次的預告 有個認識兩個人的街市當主 就向東莊西網大爆 何太心機女 對何伯只是虛情假意 而這個當主竟然是有點生氣地說 他就煲湯給何伯喝 他說叫何伯不要喝 還問是否迷魂湯 後期何伯走過來跟他說話 他說女人跟他說 我做你契女都行 不過做你老婆都行 不過可伯當然不覺得 老婆所煲的是迷魂湯 他說迷魂湯 咁死你 他說他跟人說 你這些說話得罪人 還說自己越飲越精神 我看到他極力去看著自己老婆 幫自己老婆 而可伯在今次的節目裏 是好激動地反駁網上的批評 攻擊我們的人 就當他爹狗 他們根本不知我的家事 相信那幫反派 他說那幫反派 其實就是指自己五個子女 而可伯亦都在訪問裏面講到 說好後悔將他們帶來這個世界上 而何太更加亦都提到一點 說不希望給可伯的子女有什麼誤會 他說自己就是一個好注重明星的人 邪不能勝正 還說自己為人正直 會堅持行回對的路 又說自己剩下4千2元 他都還留在他先生個袋裏 不要他 他說他給隻標去當 他都說不用住 他說自己還有錢頂得住 對龍鳳額根據何太所講 就說他已經當了 拿來頂一頂生活費 但其實我之前都說一句 兩個人有什麼大開支 突然之間要用10萬元 是沒有的 老人家而已 還有錢的 有空就有炒散的 何太應該一直都還有事做的 你當那對龍鳳額幹什麼 其實這一集最重大的焦點 就是那對龍鳳額 捉金龍鳳額 原來一對價值九萬九 就連主持拿上手的時候都嘩聲 新何太笑著講 說何伯呀 那麼疼我好難得 未試過有人敢為我花錢 所以這一集其實是好正的 東張西亡是好識將件事剪到好好看 因為現在大家的焦點 就去了那對金額那裏 然後就有何伯在講 說他那四百五十萬是自己找的 還有那些子女 說他們是反派 其實現在是變成 何伯和何太在節目上面一面倒 這樣去罵自己的子女 還有一點 就是何太也都講到自己的子 會選擇出來打工去養他們兩個人 但我都是說一句 幾千元在大陸自己都未養得自己 怎樣養兩個香港人 這一個這樣的說法 其實我覺得是好無契 對香港的消費力不理解 除非何伯和何太 將自己個個十八歲的契仔 就拿下來香港等他在香港打工 他是有機會養到兩個人 但現在來講 其實就不用和他兩個擔心住在公屋 對龍鳳黑又賣了有十皮慢慢滅 何伯用有水果金的 再出去打風流工 去買下送煲下湯 用不到好多錢的 最多就叫做 無得做生意 而他們選擇做生意的說法 亦都是令到好凹罪的 為什麼呢 何太就說 想做生意呀 賺多些錢呀 讓何伯日可以好好享受呀 看得出 他是好執著想要做生意 這一樣東西 現在我見到好多媒體 都是把焦點 放進去五個子女 謀家產 情人節禮物 是流星徐龍鳳的 一客宅主持人 這件事好似搞到 越描越黑 還有一點都得意的 提到 會找生存方法 就說要返內地 擺地攤煎牛扒給人吃 還說要帶上可伯不會 給他一個人孤孤獨獨 而可伯也說到 覺得老婆好老實 靠得住 強調大家有感情呀 主持人問何太 最喜歡可伯哪一點呀 她表示 我喜歡她愛惜我 我覺得好幸福呀 她又大方 又送東西給我 又哪個女人不希望 找一個愛惜自己的老公呀 難道我老公愛惜我都有罪呀 要被世人用些不好的眼光去看她呀 何太亦都說 你幫網民呀 應該羨慕我有個老公 這麼疼自己呀 而不是攻擊我 說我騙他的錢呀 還說自己不會騙人 是一個好簡單的人呀 而何太亦都好聰明呀 她今次呢 就已經是好好地地回應了自己 珠光寶器的事情 所以她是選擇主動上電視的 還說對 劉昇除了勞鳳鴉 已經是典當了資料 加上給房屋處呀 只要她典當了 趕快洗毀了她的話 根本呢 你是無辦法 可以吹得她脹 還有呀 她說那些手袋是A4 那些金銀珠寶又是A4 那不過 她之前掃出來的那個香脈 好像她又沒有提過 現在只不過是拿了幾個A4 說自己用便宜的 那按照現在這個這樣的事件 你覺得可白 後悔生五個反骨子女 你們又怎樣看呢 那其實他們有沒有可能 真是告到上法庭去拿錢呢 以現在這一個趨勢呢 其實上節目講那麼多東西 就在那兒慎窮 慎窮窮之後呢 就希望透過節目的輿論壓力 問那些子女去拿錢 讓那些子女去良心發言 如果是這樣的算盤的話 如果之後的輿論又好勁的 東張西旺能不能夠找到她那幾個子女去做訪問呢 按照現在這樣看啦 她那班子女應該是不會出聲的了 因為現在的輿論是一面倒支持她們 那如果她們出來講任何說話 是令到輿論轉風向的話 其實是好蠢的 多一時不如少一時一直躲到底 不過啦 有一點我幾好奇的 喂可白 你現在開壞了個頭啊 什麼叫開壞了個頭啊 那些情人節 竟然走了去送龍鳳鴨 喂你叫我們這些普通的男性 怎算好啊 萬一那些女朋友 或者老婆 叫我們情人節有送龍鳳鴨 我真是多虧你不少啊 好做不做 你送阿花啊 就算了 送到龍鳳鴨 還要劉聲錘那麽大個 你玩那麽哪個可白啊 不過照現在那麽提 房屋處查她們兩個的資產 如果她們拿不到一百萬 或者四百五十萬的話 應該都是可以繼續住在這裏的 現在她們是故意做到好慘的 幾點啦 回內地擺地攤煎牛扒養可白 兒子就說不讀書出去賺錢養可白 她這一個訪問 她叫做有精心鋪排過 想過是出來賣慘的 透過賣慘呢 希望能夠令到風向逆轉 還有一點 你要留意啊 其實她是看完你們所有留言的 你們講些什麽 有些什麽影片呢 她是看完的 看完之後呢 她綜合了這一個這樣的策略 就是她們的反擊 那即是說 現在你們再繼續講些什麽 她又會看到的 分分鐘之後呢 還會主動聯絡東張西望 叫東張西望 採訪回她們繼續來玩的 所以這件事件呢 其實最大贏家是TVB 是東張西望 因為她們採訪了這一個case 變到好像以前 今日看真點那樣 明明一集呢 是半個小時的節目啊 將她分拆成為幾集 一個禮拜 慢慢播 吊著大家人 然後未展好的 出著預告 忍著你們先 好像之前兩日那樣 他們那些預告 已經是令到大家 欲罷不能啊 再加上這一集後面的預告 是有些當主呢 講到 阿何太啊 一早看中了阿何伯 那我又好奇啊 你一早看中可伯 你們一早認識的呢 還是 有些什麼原因令你看中可伯呢 難道可伯這一個人 本身就是一個好招搖的人 招搖到周圍跟人說 我有四百多萬的 我好有錢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那便該死的 你呢 有一件事叫財不可露眼 那你周圍講周圍給人知道 人家看中你 不是抵死 那應該說什麼呢 但如果 反過來 你認識了人 喝了湯之後 才被人慢慢挫出來 知道你這麼有錢呢 第二個故事了 還有整個街市 這麼多人 為何只是可伯有湯飲呢 這一點都幾丟頭的 那會不會到最後 又採訪阿何太 那個兒子 亦都有一些媒體 網媒 就講到好誇張 說可伯是叫名媛一線 就說個女人和可伯結婚 就要名正言順拿到可伯的遺產繼承權 還說四百五十萬一到手 還要做低可伯 這一個這樣的說法 其實是好恐怖的 怎樣做低可伯阿 飲飲食食那些 你都好看那條命夠不夠硬的 如果你不是落毒的話 你好難是搞死人的 但你落毒的話 其實香港是好易查出這些事件的 走不甩的 這一點就不可能 除非真是蠢到這樣 如果你要萬聖殺一個老人家 就是弄到那些湯好鹹 多鹽 搞到他乾腎 超富和 全部東西弄到好鹹 好油 老人家頂不信 最後 東張西望 亦都派出了人去做街坊 有不少街坊 其實怎看可伯這一個事件 其實那些街坊 多數都是覺得阿新何太貪錢穩定 亦都對阿何太收不少 可伯所送送的珠寶名牌 這個舉動看不過眼 穿金帶銀 如果你真是喜歡他會為他省錢 你不會拿到盡 那這些應該是網上都有說的 所以這一次 何太應該是精心計算過 趕快出來跟你說我那些A貨來的 A貨可以怎樣握到人錢 就算其他禮物 手錶 戒指這些全部定情信物來的 就連龍鳳額都是定情信物來的 而且亦都有不少街坊說 何太知道可伯沒有錢之後 不出一個月就會走 那麼大家覺得 現在這個狀況 這麼來看 可伯已經沒有錢了 如果欠不到錢的話 何太會不會走呢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